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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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尽管队员已经累得散了架 可陈登波却坚持要这样做 此时大家就连下山的步伐都显得那么沉重 这个训练的话就是必须要平时要高于战士的要求 只有你才能满足那个作战的需要 可能感觉一趟累了我们心软了 但是不能心软 如果是你在训练上心软 那可能在实战当中可能说付出更多的代价 快点 男队员 男队员此时显出了男子汉的风范 尽管他们也已经筋疲力尽 可他们依然拉起身边的女队员 坚持住 不要放弃 走 累不累 不累 走 坚持 快快快快 作为一个团队 团结协速是最重要的 也是陈登波最想看到的 越来越多的队员冲上了山顶 我知道我的脚在迈 但是具体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脚踩到是哪个位置 万历此刻非常庆幸 队友没有放弃他 否则他实在是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 到达山顶 尽管自己体能耗尽了 但是脚下的步子没有停过 一直在前进 两趟冲破完成了 所有人都没有力气再多说一句话 他们尽情地补充着手分 恢复着体力 他们不再像第一次那样 还能呐喊 还能发泄 自己取一下 不要看那带子自己取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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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里大口喝着货香蒸汽水 时刻准备迎接 接下来的挑战 收拾几口 队员们又上路了 翻过山 事业一下子开阔了起来 雨冲冲的一片芦苇荡 使大家的心情变得轻松了起来 连脚步都轻盈了许多 很快 队伍到拿了湖边的一片空地上 要说背着三十千克重的背包 跑步爬坡 大家还能靠地址来支撑 如今 背着他们浮浮前进 则更是难上加难 尤其对姑娘们而言 这简直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匍匐前进的时候 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按正确的动作要领去做 然后整个头就被压在下面 我感觉整个人都被背脑埋起来了 然后腿也伸不斩 然后手也伸不斩 这个时候真的挺痛苦的 匍匐前进是日常训练中必有的项目 以适应实战中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 低姿匐匐 高姿匐匐 经常让队员们虎不堪言 为了磨练队员们的意志 使训练更加接近实战 训练时 队员们要面对的 往往不仅是匍匐前进 有时他们还要在浓烟中前进 但那些与今天的环境相比 似乎都不算什么了 如今三十多千克的包袱 压在体重只有四十多千克的万力身上 显得如此不协调 万力不敢随便乱动 因为他感觉只要稍微一动 包袱就会滑下身体 可像他这样谨慎 即便用尽力气 也根本无法前进 在匍匐前进的时候 第一次匍匐爬不动 我就想着变个姿势会不会好一点 然后就换了车子 第二次匍匍匍 第一匍的还有无米 快 还有十米 还有十米 快 这样挺进 把你的手末摔掉的 就是拿出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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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这个蹭蹭蹭的时候包的重心不稳 就往左边整个人也没有办法动 在那个时候挺着急的 然后爬了半天也没爬几米 就觉得特别难受 那个包压的 没想到换个姿势更加难以前行 眼看男队员们距离终点越来越近 女队员急的 虽然伤痕累了 可如今他们已经顾不上疼痛了 他们一心只想赶快到达终点 膝盖 手压 脚压都是磨流血 很快男兵全部到达了终点 隐藏进了卢板道 可女兵却依然卡在半路 队长的呵斥 鼓励 一切都难以记起姑娘们的斗志了 此时姑娘们需要接受的不仅仅是体力上的考验 他们要在意志上战胜自己 无论如何 终点还是要靠自己爬过去 队员们一个个消失在路里当中 出现在了一片水域之前 开始的对抗相对容易些 只要按照规定动作去做就可以 可这对于瘦小的万力来说 却也并不容易 最害怕的就是摔琴 以为从来只有被摔的范儿 从来摔不动对手 刚来到特战队时 万力最怕的就是摔琴 可这个有心的姑娘 偏偏就在这上面下足了功夫 每天练习拳法和腿功 是她的必修课 而这也并不让她满足 苦练之余 她还会请摔琴高手 给她指导上一番 现在我的拳和腿都很热闹 我一点都不怕摔琴了 长期的苦练 使这个看上去柔弱的女孩子的身体里 隐藏着一股惊人的力量 对抗中被游刃有余 一次次将对手摔倒 而她也一次次倒在泥水之中 喝了多少水 身上被磕了多少伤 只有她自己清楚 在水里面的时候 那个男人把我的头按在水里面 整整憋了一分钟 特别难受 然后还说我各种手势都比划了 然后她也没有说要放过我的意思 然而更艰苦的还在后面 到了自由衰竭阶段 女队员更是吃苦 悬殊的身高和力量 使他们几乎只有被衰的反 可队长却依然没有喊停的意思 突然陈登波发现了一点不对劲 摔了两温之后 正吉和李航就一直站在那僵持着 持鱼持不动 我就是最怕就是水了 所以说一到水里面就越来越头疼 因为它水性不是很好吗 刚开始就淹了一下 然后我就看它在那一直就在那抽抽 然后就感觉一下它没缓过来 陈登波决定自己亲自上阵 作为队长 不管有多么不舍 此刻也只有将正吉 鼻子的摔倒 按下水 我本来就是个整天乐瑟瑟的女孩 特别爱笑 可是我这个人特别的好强 特别的好面子 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当众出丑了 喝了几口水 咽几口沙子就已经很难受了 这个只有十八岁的整天笑呵呵的姑娘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趣了 便哭 整节发痕一般将对手摔倒 按到水中 弄得李航狼狈不堪 到最后把我也点燃了 所以说我就把我的对手移动 移动摁了 就是没有给他喘气的机会 就一直把他摔 一直摔 经过了最恐惧的时刻 便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整节越战越勇 多年的武术功底也派上了用场 一死组对手都逐步进入正常的搏击状态 与男队员相比 女队员喝了更多的水 受了更多的伤 训练接近尾声的时候 陈登哥已改往日的严护 允许让女孩子们以三对一来发泄一下 姑娘们这次可是真得意赖 时间在拼大众过去 此时已是下午四点钟 这时候等待他们的 将是一顿美餐 姑娘们此时显现出了爱美的天气 他们在一条清澈的溪水中 尽情地洗着 试图使自己变得干净些 而小伙子们再次表现出了他们的担当 他们拿起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 不知道这是要做什么用的呢 在野外要尽量将食物做熟再食用 可是背包里却不允许携带锅碗瓢瓢盆 所以搭建灶台是必备的本领 大家忙活着满怀期待着这顿美餐 突然大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火从哪来呢 放大镜取火是最简单的 棉花火药一应俱全 可今天的太阳却不蒸汽 大家左等右等 好不容易它露出一个头 可火还没烧起来 太阳就要藏了起来 这可急坏了这些鸡肠碌碌的队员们 而另外一遍 陈登波则选择了其他办法 他同样是把火药与棉花放在一起 而枪则是他的第一个工具 他要怎样取火呢 有了火 午餐就可以开始了 看着别人的火烧起来了 这边的人更加着急了 可想而知 鸡蛋鸡肉 这是对他们而言 有着怎样的吸引力 心急的战士 可是前来先抢个鸡蛋吃 他们顾不上鸡蛋的滚烫 想着办法的往随里塞 看来是饿坏了 吃到第一个鸡蛋 鸡蛋能有这么香 这么甜 这么好吃 也有耐得住性子的 李航弄上一块鸡肉烤了起来 这可是需要时间的 似乎是闻到了烤肉的香味 李航周围的人逐渐聚得多了起来 第一块大鸡腿出炉了 大家共享的喜悦 远比食物本身给大家带来的喜悦 要大得多 我那时候就感觉到 这个鸡肉从来就没有这么好吃过 这么香过 大家吃得正尽性 有些人还在焦急的 等待自己的烤肉变熟 训练 又开始了 而队长陈登波 此时早已不见了踪影 很快 在不远处的山头 陈登波出现了 同时抛下了一根绳子 原来队员们又要开始 艰苦的旅程了 探完之后还一定会有别的任务 但是亲里根本不知道 上去以后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在等着 看着队友皎洁的身影 万力按捺不住了 好强的性格让他主动起因 刚才的休息和食物的补充 显然为这个姑娘 登下了不少能量 此时身体的轻盈 给他带来了不少便利 很容易就攀上了山顶 接二连三 大家全部上到了山顶 一片被围起来的树林 出现在眼前 这是专门用来野败对抗的 队员们需要迅速换装 开始投入战斗 这套装备上设有特殊机关 一旦被对方击中 帽子上就会冒出彩色的烟 二十个人被分成两组 有五个人扮演匪徒组成蓝队 而另外十五个人组成红队 要对蓝队进行抓捕 蓝队先出发 挑选合适的地方进行隐蔽 第一天的挑选很重要 只要藏得住自己 又要能够发现对手 隐藏完毕 红队开始进行搜捕 这对特战队员的隐蔽能力 搜索能力 以及枪防 都是很好的考验 眼看对手越来越逼近 郑杰也越来越紧张 他做出适当调整 静静地等待着 适当的时机 当时打死第一个的时候 心里是特别的激动 但是也是害怕被人立马发现 所以说立马就隐蔽起来 兴奋中的郑杰并没有乱了阵脚 依然稳稳地将自己藏了起来 可刘婷婷却没有郑杰那么好运 也许是他外露的部分太多 他还没来得及开枪 就被对手发现并击中 成为蓝队第一个阵亡的人 江云那边变得更谨慎 也努力寻找着机会 作为一名狙击手 他的气息非常平稳 所以要想发现他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要做的就是等待 五分钟过去了 机会终于来了 然而就在江云这边 击毙对方一名对手的时候 他的队友却迎来了灭顶之灾 万力的发烟器忘记打开 因此被对手生前了 一个对手都没有消灭 自己就被好几个人团团围住 深情活作了 当时真的是太遗憾 太气愤了 本来蓝队只有五名队员 如今已经损失了两名 剩下的三个人变得更加谨慎 郑杰这个平时最毛躁的姑娘 此刻竟也一动不动地潜伏着 始终没有人发现他 看来一年多的磨练 使他的性子沉了下来 而这也是作为一名客栈队员 很重要的条件 长期的沉寂 郑杰终于再次登来了机会 那个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我藏的还是比较 就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所以说大家都没有发现我 两枪全部命中对手 这是最令郑杰开心的 长期的艰苦训练 换来了今天的成绩 如今的他 可以称得上是一名神枪手 不过尽管射击后 郑杰尽快将自己隐藏起来 可是由于连续射杀了 对方两名队员 他已经被对方盯上了 随着郑杰被射杀 蓝队只剩下两个人 致力越来越重 几分钟后 对抗以蓝队全部队员 被消灭而告终 一天的野外生存结束了 可恋狱之旅 却不会结束 这样的磨练 打造出了一批批钢铁卫士 它们时刻在各种保障 处徒任务中 紧着自己的一份职财 猫头鹰已化训练 放飞燕鹤 翱翔蓝天 大胖猴又该如何减肥 人类究竟应该怎样帮助 我们的朋友 走进科学 近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